主席好,我們請經濟部林次長 有請林次長 委員好 次長,我們問一個問題 你認為紓困應該要救大企業還是要救個人? 我們認為紓困是要救 站在經濟部立場上是希望能夠救企業 然後舊企業之後能夠把企業的員工穩住 OK,我們來念一下你今天的經濟部的報告 第八頁 你的舊的全部都是大企業 舊營收受衝擊50%以上的監困企業 提供員工薪資及營運資金的補貼 第二個提供企業的水電費的折扣減免跟環繳措施 再來就是配合中央銀行提拨2000億的銀行 增加中小企業的貸款 第四點就是考量中大型的企業融資額度 升列到200億的信用保證專款 再來就是你還設了一個單一窗口 顯然你就是想要救大企業 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民生一些很多基本的一些產業 這些人都是微小型的企業 小型微小型新創企業 包括很多的自營的工作室的這些人 那他們就不會在你的紓困的方案裡頭 市長你知道這些人佔了我們的中小企業多少嗎? 剛剛委員有在講到中小企業146萬 那是中小企業 像這種微小型的企業呢 可能不在你的這一次的紓困的山下面 是有在這個小型的一個 這個微小型的企業是在我們的紓困的範圍之內 委員你可能有誤解了 我們只針對這個這裡面 剛剛您第八頁所提到的地方 中大型企業融資再增加200億元的信用保證 可能會比較針對中大型 事實上其他的部分都是 絕大多數會用在中小企業 比如說你說受營收衝擊50%以上的堅困企業 這些還是中小企業 你知道我們有多少的微小型的企業 就是那個只有個人工作室 或一到三個人的那種工作室 我們過去有統計啊 新創企業 就是比較屬於微小型的新創企業 大概有15萬家左右吧 對這些人呢 基本上就看到你的紓困方案 你的第七頁裡頭說 這一次經濟部追加774.24億的預算 他們顯然是看得到吃不到啦 那我想市長還是要掌握到這些人的統計數字 再來就是說 到底這些人有沒有被補助到 我想還是要請市長要去注意 好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事實上中小企業是我們最主要 在這次訴訟裡面要關注的 我們會來注意 這個部分謝謝委員提醒 中小企業是一個一些微小型的企業 是 他基本上已經激進是個人的一個工作室了 現在看起來 因為他最近疫情的關係 他沒有接案 他就沒有收入了 可是顯然呢 我看了半天 我看不到你在他的那個被紓困的保護傘下面 這個還是要請那個市長要去注意 下一頁 那我想要提一個方案 因為這些人呢 剛剛其實前面的那個 我問一下 我念一下前面的那個委員有問了 中小企業146萬家 其實11萬家才有信貸 那14萬家跟銀行往來 基本上還是有100多家 甚至這些微小型的企業 他都不知道要去哪裡貸款 所以呢 我想在這裡提一個方案 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專案貸款 專案貸款給這些微小型的企業 然後穩住經濟 因為這些人一旦是個人工作室 或者是這些非常微小型的 譬如說他就是一個人到五個人的 這些小型的一些企業 如果他經濟一旦崩潰 崩潔了以後 民眾沒有工作 其實失業率就上升 而且他還不會在你的 勞動部的統計裡頭的失業 因為這些人可能平常也沒有在開發票 那後續的效應就會變成是家庭問題 社會治安就會更嚴重 所以我在這裡本席是不是提一個 能夠為這些微小型的企業 能夠成立一個專案貸款 我想跟委員報告 現在目前我們的一個整個資金紓困 不管是舊貸款的展延 或者是營運資金的一個貸款 或者是振興的一個貸款 事實上我們都已經降低門檻 而且縮短我們現在的一個執行時間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這個營運資金 10天就完成 那這個展延貸款的部分 兩週之內都要完成 那我們都已經用最這個寬鬆 而且最單純的方式處理 您剛剛講說要專門對這個微小型企業 我會請我們中小企業馬上辦中心 這邊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處理這個事情 好 因為到3月24號 我看你們網站的那個信貸 通過率只有1% 我想提醒一下次長 再來提醒一下次長 我不曉得你最近有沒有感受到 你的手機的簡訊 那個地下錢莊的提供借錢的簡訊變多了 抱歉我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我沒有看到 對 所以一些民間的每個人的手機的簡訊 表示說你的地下錢莊的簡訊變多了 表示有很多個人會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表示這個部分是真的在你的紓困方案裡頭 他真的沒有被你cover到的 所以我還是想要提醒一下次長 因為這些一旦簡訊變多代表什麼 開始很多人 而且是個人的一些小公司 都有這些借錢的需求 那因為貸款的門檻真的是太高了 就像剛剛那個勞動部的一些 他的一些規格的標準也太高 其實他們都沒有辦法領得到這種 標準定太高之下 他們一些根本就是紓困就領不到 比如說一些美髮葉洗頭髮墊的這些 那我大概是民間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好 謝謝次長 接下來我想要請一下那個農委會的陳副主委 請農委會陳副主委 我們下一頁 委好 我想問一下農委會 大概到2019年我們總共進口了大概12萬2960噸的稻米 然後當然包括一大堆的一些股類啊股粉這些東西 那有兩個國家 因為最近開始呢 越南跟泰國都開始要對農產品的出口做一些限制 而越南呢基本上是我國稻米的第二大進口的來源 那進口了29528噸的稻米 第三名是泰國 下一頁 那這些人呢 就是如果泰國跟越南呢 對一些限制農產品的出口有長期的禁令 請問一下 因為這個疫情大家都說不知道嘛 那請問一下長期會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跟委員報告喔 其實 當國外國際的疫情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造成風人風物的時候 那糧食安全的議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事實上農委會在上個月開始 我們每個禮拜都已經召開了這個糧食安全的因應會議 收集全球的相關的一些物資的供應的部分 我想第一個部分先跟委員報告 那第二個部分 因為糧食安全牽涉到很多個品項 那剛才委員講的那個稻米的部分 那稻米我們現在庫存有90萬噸 民間的庫存有25萬噸 現在在收的 這一集要收的有大概95萬噸 所以加起來可以撐21個月左右 21個月 21個月左右 那相對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擔心的是 長期下來以後 我們的種子 因為像蔬菜的部分 大概94%都是國內自己 而且它替代性很高 那在這個情節之下 只要我確保有種子的話 在國內種大概就沒什麼問題 那蓄的部分的重要性是在 那個飼料的部分 那飼料的部分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庫存可以撐到6月 在海上已經要進港的可以撐到8月 然後現在我們訂單下去的話 可以撐到12月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觀察起來 飼料的部分 可是如果一旦鎖國 或者是北的國家也禁止出口以後呢 這些雜糧 就是我們農序的這些雜糧 你覺得可以撐多久 我想就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維持70-80萬公頃 因為當不能進來的時候 我們原來種的這些整個的品項就會改變 特別是在雜糧的部分 玉米的部分 提供飼料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去更改整個的作物的一個輪座的系統 OK 所以那個農委有沒有考慮 把一些本來是鼓勵修耕的這些修耕的補助費用呢 移轉來鼓勵這些農人來做其他的雜糧 或者是鼓勵這些小農做其他的作物 你的看法是什麼 現在如何鼓勵 我們現在其實就已經沒有鼓勵修耕了 我們一直鼓勵那個土地的活化 就是包括我們對地綠色幾乎都 只要你農地上有種東西 我們就會給他一個基本的綠色幾乎 然後你種一些主要的 我們國內比較少種的玉米高粱的部分 我們都有所謂的作物獎勵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不同層次的一個獎勵 目的就是說讓這個土地 維持著一個活化的狀態 OK 好 所以這是有什麼樣的計劃下葉 好 就是說現在一旦碰到一些工人短缺 還有物流不順暢的情況之下 那這些會不會來支持小農增加一些糧食的產量 因為我國的糧食產量支持率 市長你知道現在我們是多少嗎 大概32左右 32 所以事實上是不足的嘛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我大概本期在這裡會希望鼓勵 農委會要把這些 不管是鼓勵這些農作物 能夠盡量的來做最大的一個利用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蔡碧如蔡委員 隨意在 一些 各